天豪 戰爭有多重要呢 為什麼值得談呢 我的答案是這場戰爭對朝鮮跟日本很重要 對大明來說呢 卻只是一場毛毛雨而已 所以這一集探討的主題 我會放在朝鮮跟明朝的關係上 而不會涉及太多明朝內部的討論 欸等等 網路上不管是文章還是影片 都說這場朝鮮戰爭影響很大 什麼日本從事老十三百年 什麼東亞最精銳軍隊終極對決啊 什麼決定東亞三百年的殊死博弈啊 還有什麼陽明海外雖遠必誅啊 你憑什麼說這場戰爭對大明不重要呢 呃好吧 在這個資訊泛濫的時代為了博眼球 那些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啦 況且也不是現在才這樣 歷來呢有一種常見的說法 萬利三大爭拖垮了明朝 尤其是朝鮮戰爭讓大明財政雪上加霜 間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這種說法其來有字啊非常古老啊 在明朝末年就很流行啦 但這是事實嗎 嗯恐怕不是 你要說隨陽帝打高勾力脫垮了隨朝 那沒問題 你要說清朝打輸甲午戰爭因爲亡國 那也沒問題 但是你要說明朝打萬利朝鮮之翼而亡國 那史學界尤其現在的史學界 是沒有多少人會贊成的 我們來看一些具體的事實吧 請注意以下的說明都是基於明朝的立場 不涉及朝鮮啊 朝鮮是真的被打得很慘 一這場戰爭對明朝來說其實並不慘烈 這場戰爭號稱打了七年 但對明朝來說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在等待 在總共79個月之間 處於戰爭狀態的時間只有21個月 只有26%啊 其他時間都是對峙和談判 第一次是李如松帶著38000多人打了9個月 然後雙方就開始談判了 第二次是陽浩行界麻貴 帶著10萬人打了一年 然後日軍就滾蛋了 這種規模的戰爭 對日本來說可能是大戰 但對明朝這種規模的大帝國來說 真的只是邊境外的中型衝突而已啊 明朝並沒有真正出動權力啊 當然也談不上什麼傷心動苦 比如說李如松出場的時候號稱動員7萬 但是兵部的計劃書其實只蒸發了48000人 而且真正參戰的只有38000人啊 遼東四川等地均有被蒸發的部隊 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能夠真正參戰的 朝廷也沒有太過追究啊 畢竟也行那麼一回事吧 再來說到大家最愛談的財政負擔 現代歷史學者們研究發現啊 在這檔戰爭當中明朝與日本的帳目呢 都不太清楚 唯有朝鮮人把帳算得最仔細 為什麼呢 因為入朝的明軍大部分要依靠朝鮮供應良想 剩下的呢 則是要跟朝鮮人用錢買 這都有帳目的啦 朝鮮人出錢肉疼 當然一分一毫都要仔細計算啦 當時朝鮮方面統計 明朝方面打這場戰爭 耗費的資源一共是 蒸發閃、浙、湖、川、桂、雲、冕 南北兵二十二萬一千五百余人 往來租匠及認識人三百七十余元 梁銀五百八十三萬兩千余兩 交易米豆銀三百萬兩 食用本色米數十萬壺 租匠賞銀三千兩 山東梁二十萬壺 以上資料出自朝鮮史料燃鯉式技術 這很多嗎 總計用銀八百八十三萬五千兩 還有毫米數十萬壺 每年平均以下 大約每年一百三十萬兩白銀軍費開支啊 這筆錢明朝花得起嗎 答案是肯定的 這可是萬利中企 不是崇禎末年啊 萬利朝的前十五年 張巨正主持變法 朝廷收入相當充裕啊 萬利五年改革開始後幾年 戶部稅度是四百三十五萬兩 收支相抵後財政節餘八十五萬兩 這是每年啊 萬利九年 張巨正自己說 近年以來正負不虧 府庫充實 徵戒如其啊 到了萬利十年 朝廷僅太樸寺一處的存銀 就達四百多萬兩 加上太昌存銀 總數不下七八百萬兩 太昌存糧 亦可知十年之數 這還只是部分府庫存銀啊 別的府庫還沒有計算在內 你說以當時明朝的實力 打這樣一場中等規模的戰爭 算得上什麼大事嗎 哪個數據來對比吧 當時萬利皇帝宮廷開銷 包含招待進入大內辦公的 朝廁門的飲食開支 每年大約也是十四萬兩銀子啊 說真的 以大明的經濟體量來看 這還真不是什麼大錢 所以我們說這場戰爭的時候呢 其實並不是以明朝為主角 而是以明朝跟朝鮮的關係為主角 是因為這場戰爭對中國歷史的走向 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對於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有相當大的影響 尤其是朝鮮 對了順便說一下 對大明來說真正的傷心動骨是什麼呢 我覺得要把這邊講一下 不然呢節目播出之後 應該蠻多人會在留言區問的 我補充一下 根據賴建成老師統計萬利快紀錄的計算 明朝晚年對後金的戰事耗費達六千萬兩 上述資料呢 出自賴老師的專書編證良想 這才是真正傷心動骨的戰爭 不過這跟朝鮮其實沒什麼關係的 所以這一集我想分享的故事是 這場戰爭改變了朝鮮與中國的關係 讓朝鮮變成了大明的孝子 要知道 這可是朝鮮半島兩千年歷史上 對中國最親近公順的時代沒有之一 這真的很難得 尤其說你看過第一集整理的 上半段朝鮮半島歷史的話 應該更能體會這種感慨 朝鮮半島上的那些國家 對於龐然大物的中國 向來都是敬畏厭惡情緒摻雜的 可是在這場渦亂當中 大明出錢出力 挽救了朝鮮的三千里江山 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 大明都是李氏朝鮮的再造父母 這個不是我們後人這麼評價而已 這個是當事人自己的感想 日本入侵時期的朝鮮國王是宣祖大王 他曾經留下有名的孝子論 社時以外國言之中國父母也 我國與日本同是外國也如子也 以言其父母之於子 則我國孝子也 日本賊子也 以上內容出自宣祖實錄 宣祖26年4月4日 對比之前近千年 與最近這幾十年的朝鮮 這種態度實在是前所未有的親近 與公順 而且李氏朝鮮這種態度 還真不是嘴巴上說說而已 還真的是用國家力量去遵從明朝 日本滾蛋之後大概20年 後京跟明朝的沙爾虎之戰爆發 明軍的總指揮就是朝鮮人民的老朋友楊浩 明朝要求朝鮮相助 那朝鮮怎麼做的呢 朝鮮國內兵力不到3萬人 卻派遣1萬3千人出兵作戰 要知道 當時的朝鮮國王是宣祖道昂的兒子光海軍 他非常不喜歡明朝 至於為什麼這跟繼承權有關 先略過不提 總之整個朝鮮的士大夫集團 都很堅定的要求 擁護大名抵抗後京啊 最終聖派姑且不論 這種情意是很真實的 比如說不久之後 女征大軍南下佔領朝鮮北部 逼了光海軍放棄首都 逃跑到江華島避難 當時光海軍未求生存 想在後京跟明朝之間保持中立 寫信給諾哈士想獲個庭戰 結果呢 朝鮮朝廷眾成認為這樣不忠於明朝 不但拒不奉命 還直接廢掉了光海軍 另立新軍 這還沒完 崇禎十七年假生之難 明朝滅亡 朝鮮軍臣文訓痛苦萬分 開會討論大名為何滅亡 最後得出結論 明王實際是亡於東征 所以朝鮮又義務反清覆明 最終會議決議 欲養精兵十萬 愛戌如子皆為敢死之族 然後待其有幸出其不意指抵關外 雖然到了後來不了了之 但這種態度真的是夠意思 後來朝鮮為了感恩明朝 專門修建了大報壇 用於祭司三位明朝皇帝 分別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神中萬利帝 明師中崇禎帝 這座大報壇直到1908年 才在日本的壓力之下關閉 淪為廢墟 還有啊 在明朝滅亡之後的三百年 朝鮮全國認真搞了一場 效忠於大明的行為藝術 當時朝鮮官方 除了對清朝的公文賀錶 用清朝年號之外 一切內部公文 包括亡靈、宗廟、文廟、祭司註文 甚至包括民間書信往來 都仍用崇禎年號 一直用到清朝滅亡 直到民國的時候 朝鮮才有4N筆記上寫的崇禎年號 所以就出現了崇禎265年的紀年 還有還有 朝鮮史成記載自己去大明上共的經歷 叫做朝天錄 後來大明滅亡了 去大清上共的經歷 總是改名叫燕行錄 燕就是燕京北京的意思 兩者相比其間不可以道理記 當時的朝鮮還真的是明朝人民的老朋友 好了感慨完畢 接下來我們就來說故事吧 談談這場戰爭 先來把朝鮮半島的歷史繼續說一下 我們從上一集結束的地方開始說起 話說西元668年在唐朝的協助之下 新羅滅亡高高麗 從此朝鮮半島進入統一新羅時代 這是一個擁有267年壽命的國家 持續的時間與唐朝類似 持續到10世紀初期 接下來出現的就是之前提過的王室高麗 這是一個在精神上延續了高高麗的朝鮮本土政權 該如何評價統一新羅跟王室高麗呢 考慮到大家對朝鮮半島內部的歷史並不熟悉 我超出寫一大堆人民堆疊資料也沒有什麼意義 我建議大家有以下兩個概念即可 一 新羅記取高高麗的教訓 與唐朝終於達成勢力均衡 保持了兩個世紀的和平 當時新羅統治大同江以南地區 唐朝則確保遼東半島與鴨綠江兩岸區域 新羅藉由讓出北方關鍵戰略位置 讓唐朝相信 新羅對中國東北部沒有野心啊 這讓朝鮮半島獲得了兩個世紀以上的和平 從此唐朝的注意力轉向土翻 而新羅則向南統治朝鮮半島的大部分 將首都遷移到濱臨日本海的慶州 逐漸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朝鮮半島本土政權 你觀察地圖就會發現 這意味著朝鮮半島上的政權 自己放棄了逐鹿中原的可能性 這是和平的前提啊 二 當王室高麗重新轉移國家重新之後 戰爭很快就開始了 西苑十世紀初期 王室高麗取代新羅 並將首都向北遷移到開城 還修復已經荒蕪的高高麗國都平壤 這是一個向北擴張的信號 而且王室高麗又是一個中央極權的國家 中國在唐宋時期建立起來的統治體制 你幾乎都能在這裡找到完整的復刻板 這些信號都意味著戰爭將再度開始 不過這一次入侵朝鮮的並不是宋朝 而是宋朝的對手寮國 西元993年 統治東北大部分地區的寮國 發兵80萬攻打高麗 要求很簡單 交出高麗所佔的高高麗舊土 並臣服於寮 不過這其實只是個外交姿態 考慮到此時寮國與北宋的對抗狀態 寮國只是想解除後顧之憂而已 所以這80萬大軍只是做了一次武裝遊行 最後的結果是高麗宣布與北宋斷交奉寮為政述 寮國則將雅鲁江左岸女真之地讓給高麗 理由是方便高麗向寮國朝貢 這顯然是高麗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 此後高麗在雅鲁江畔修足了 新化龍舟通舟鐵舟郭舟歸舟六座城市 這是寮國版本的燕雲十六州 接下來數十年寮國與高麗戰爭不斷 寮國四次大規模入侵高麗 企圖以武力奪取六成 但都被高麗擊退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最終寮國走向衰弱 聽此都在擴張 當北宋跟寮國達成勢力均衡後 高麗就又恢復了與北宋的邦交 此後三國和平了百年以上 西元十三世紀 蒙古人風捲殘雲般地衝過來了 高麗嚴正以待 將首都轉移到江華島 設為戰時國都 並發表入保三成入壁海島的全國令 顯然的 數百年與中原大國的對抗 讓這裡的人民把游擊戰持久戰變成了自然反應 要打就來吧 1232年到1259年 蒙古大軍先後五次入侵高麗 但是四十餘年之間 蒙古人始終未能攻下江都 歷史總是不斷地重演 這個恐怖平衡 直到高麗發生內亂才終於結束 1260年傾向依附元朝的派系掌權 高麗正式成為蒙古反祖國 此後高麗開始與元朝聯姻 形成了高麗國王取元朝公主為后的傳統 此後元朝就以這些公主控制高麗的朝政 再然後中原換成了明朝 1382年明朝勢力抵達鴉路江畔 高麗派遣大將李承貴率兵抵抗獲得小勝 這裡要提醒一下 被擊退的是元朝降將率領的女征士兵 不是明朝自己的軍隊 然後高麗就膨脹了 1388年明朝在邊境設立鐵領位 宜文告知高麗 高麗居然準備進攻遼東 知道明朝實力的李承貴極力反對 但是沒人理他 國王反而派他出兵攻擊遼東 李承貴覺得打倒大明朝實在太困難了 不如揮過打倒國王吧 經過一陣子內部鬥爭之後 李承貴自己當了國王 隨機李承貴派人向明朝報告前因後果 態度非常公順 經過一番外交往來之後 明朝正式承認這個新政權 朱元璋交代 高麗縣山隔海 天造東夷 非我中國所至 不生邊信 則使命往來 使彼國之府也 文書到日 國庚和號 辛辭來報 意思是 你們不惹事 天朝很滿意 你們要叫啥字號 報上來我們造冊列館就好啦 李承貴表示 臣妾思維 有國利好 臣妃小臣所敢善變 錦江朝鮮 和寧等號 文達天聰 浮望取次聖財 意思是 請天朝給個字號 我們自當尊崇 對照過往近千年的歷史 朝鮮半島上的政權 態度如此公順 真是史無前例 身手不打笑臉的人 何況是兩國外交 老朱當然懂這個道理 所以他回覆 東夷之號為朝鮮之稱美 且其來遠 可以本其名而組織 此後 朝鮮半島就進入李氏朝鮮時代 通常介紹李氏朝鮮的起源 都是說到這裡就結束了 但是其實事情還沒有完 這裡面還是有貓膩的 老朱可是元末大亂中搏殺出來的 他可不會天真的把李承貴的公順當真 他很清楚 這是李承貴想借天朝撤封 取得篡位上台的正當性 所以雖然明朝承認了朝鮮的國號 卻沒有撤封李承貴 而且話說的很白 今朝鮮在當旺之國 性相好而來旺 玩蕭狡詐聽其自然 其來文官請硬性告命 未可輕於 意思是你小子玩什麼花樣老子很清楚 你想當全神創位你自己去玩 你想獲得我大名的承認 沒那麼容易 所以李承貴的國王身份 直到其退位為止都屬於自封性質 僅僅被明朝在事實上默認而已 而沒有能夠得到來自中國的官方承認 為什麼說是默認呢 因為朱元璋在皇民祖訓中列出15個不爭之國 第一個就是朝鮮 顯然的 老朱並不想費力去干涉遙遠的朝鮮內政 那麼既然不想干涉 為什麼朱元璋還始終不承認李承貴的正當性呢 對照之前的歷史你應該已經猜到答案了 領土爭議啊 當年遼國駐親高麗後 曾在鴨綠江東岸建立城堡 後來被高麗奪取更名為義州 就是今天北朝鮮的平安北道義州軍 對面就是遼寧省丹東市啊 這是中原政權在朝鮮的橋頭堡 朝鮮不肯交出來 朱元璋當然沒有好臉色看啦 那麼朝鮮後來是怎麼混到正式承認的呢 那還多虧了同樣想創位的朱棣同志啊 朱元璋駕崩之後 建文帝跟燕王朱棣的關係緊張得不得了 建文帝急於拉攏處於朱棣後方的朝鮮 終於正式撤封李方遠為朝鮮國王 而李方遠在禁難之役前後 均和燕王保持了良好的交往 因此朱棣稱帝後也承認了李方遠的朝鮮國王名分 此後李氏朝鮮徹底安心了 過了200年刀槍入庫馬放南山的太平日子 再然後就是日本人殺過來了 關於這場萬利朝鮮抗窩戰爭的細節實在太多 我們在這裡快速整理一下就好 如果真的要把每一場戰役都攤開來講 那可就變成另外一個29級的日二戰爭系列了 我並不想再做那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了 總之這場歷時七年的戰爭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日本突然入侵 時間從1592年4月12日日軍正式渡海開始算 到1592年6月15日日軍攻陷平壤俘虜朝鮮王子為止 日本只花了兩個月就幾乎佔領了朝鮮全境 第二階段明軍渡江援助 時間從1592年6月祖神遜算領騎兵五千人渡鴨鲁江開始算 到1593年7月大明朝廷召回李如松為止 持續大概12個月 其間爆發兩次平壤之戰 第一次的結果是祖神遜兵敗回國 這當明朝決定出動大軍應對 第二次的結果是李如松大勝收復平壤 這次大勝讓李如松威名遠撥 但是日軍戰力並未衰退 李如松在壁體管之戰後就退保平壤 雙方陷入僵屍 接著就是各種自己人 噁心自己人 雙方代表互相扯皮的一筆糊塗 在這個階段 朝鮮唯一的亮點就是全羅左道水軍截路史李順成 第三階段休戰談判期 從1593年7月談判啟動開始算 到1597年1月日軍拒絕一約退出釜山為止 算是談判階段 這幾年時間 在兩大外交奇才沈為敬小溪行長的聯手策劃之下 雙方劃了一年多談判 達成了一個自說自話的和平 封城秀吉費金心力 只獲了一個他不要的日本國王封號 當然不甘心 所以和平只持續了兩年多 其間日本方面唯一的亮點是利用反監計 讓朝鮮自毀長城把李順成送進監獄 第四階段最終決戰 從1597年2月封城秀吉再度出兵開始算 到1598年12月陸兩海戰日軍大敗為止 這一階段的戰爭規模遠勝前兩個階段 打到一半封城秀吉病死日軍失去戰役 最終日軍在戰場上被徹底擊潰 退出朝鮮戰爭終於結束 李順成在最後一場戰爭當中光榮殉國 奠定了他日後成為朝鮮民族英雄的基礎 說完了經過來說說感想 首先是對明軍的感想 萬利時期明朝的國力無疑是亞洲最強的 請注意不是東亞是放言整個亞洲 無論武器裝備還是將你的指揮能力 或者是士兵個人的戰鬥能力 都還是亞洲最強 日軍跟明軍相比還是有所不足的 當然這不能空口說白話 否則論戰就沒了 我們來對比一下 之前提過的第二階段的人城之戰 明軍實際動員38000人 那麼日軍有多少人呢 根據日本方面的紀錄 秀吉下令動員的兵力數為281840人 實際出兵朝鮮的總兵力為158000人 後來實際囤住朝鮮領土日軍總兵力為13萬人 也就是說 明軍一直以38000人的兵力 與日軍13萬兵力作戰 而且最終獲勝 這不就是最顯著的戰力對比嗎 對了 我們需要考慮朝鮮本土的17萬軍隊嗎 基本上這些都是裝飾品 根據朝鮮的史料 實際真正投入過戰鬥的 全加起來僅陸軍6萬水軍數千 而且那6萬陸軍沒有打過一場正面戰役 客觀的說在整場戰爭期間 朝鮮軍隊最大的作用是 負責運輸物資補給明軍 而且如果你看看明軍的各種報告就會知道 連運輸任務他們完成的也不算太好 如果你一定要說這十幾萬人也是人手啊 總兵力還是明朝這邊比較多啊 那麼我想說的是啊 日軍也招募了數量不少的朝鮮偽軍啊 其中以弓箭手跟軍需物資生產隊為主 雙方其實差不多啦 接著第四階段的丁友在亂 日軍渡海的有十二萬一千一百人 加援助朝鮮的日軍兩萬零三百九十人 總兵力為十六萬三千余人 明朝兵力則是陸軍十三萬零五百人 水軍一萬三千兩百人 總兵力十四萬三千七百人 而且啊 日軍的十六萬是一次到位 明軍呢則是陸陸續續抵達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明軍基本上只有四萬人 然後呢 然後日軍被打了狼狽回國啊 這不就很明顯了嗎 當然 二十多年之後 這支亞洲最強部隊的後人 在薩阿虎損失一半 然後在瀋陽跟松井戰役全軍覆沒 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跟朝鮮沒什麼大關係 說到這裡你就知道為什麼 朝鮮的電影連續劇說這段歷史的時候 都著重描寫李順成啦 因為除了這位無可挑剔的軍人之外 朝鮮在市場戰役當中 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而這也是我一開始想說這段故事的時候 拿李順成出來當作指標人物的原因啊 可是後來發現啊 想說清楚李順成的故事 讓大家聽了能夠有所感動 就必須先交代歷史背景 這是歷史老師的基本工作啊 但是交代完之後我看了一下時間啊 發現這一集已經太長了 如果再把李順成的奮戰過程詳細說的話 這集恐怕超過一個小時 實在太長了 非常不恰當 所以先在這邊打住 如果大家有興趣 點閱多一點的話呢 那我就繼續把李順成的故事說一說 如果大家反應冷淡呢 那我就跳過李順成 直接繼續講清末的甲午戰爭 那個應該比較多人看了 所以要不要詳細說一下李順成的故事 就看各位朋友的意見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 感謝你的收看 也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